因为热爱自由所以渴望行走 爆款气质女装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PayBee路跑男受伤送院 今现身活动手指带固定钢板 网友大呼心疼前几天 网上就传出PayBee杨颖在录制 跑男期时意外受伤送医的消息 有网友晒出PayBee现身医院就诊的画面 连年卓名牌的外套都来不及换 情况应该也是很紧急了 当时并不知道PayBee具体是哪里受伤了 从她就医的正面照看 PayBee脸色紧绷 一直在深呼吸 似乎因手部受伤而感到非常疼痛 3月19日 PayBee再次献身某活动 当天的她身穿白色身肺肠裙 配上一双白色高跟凉鞋 既优雅又仙气 让人看了都移不开眼睛 更重要的是PayBee当天气色红润 容光焕发 身体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知仔细一看就能发现 PayBee的左手无名指上 套上了固定钢板 应该就是前几天 陆志跑难时受的伤 而且应该还伤到了骨头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食指痛归心 伤到手指的骨头 可不是开玩笑 真疼得厉害啊 不过整场活动下来 PayBee一直笑脸迎人 面对各种问题都是温柔回答 既没有摆出明星架子 也没有一点娇气的样子 从PayBee工作室晒出的照片看 在台上的PayBee一直尽力配合 活动主办方的要求 在手指受伤的情况下 依旧拿起水壶倒水 脸上也是一直保持着微笑 粉丝看到后都直呼心疼 对此网上有黑粉说道 不就是手指被戳了一下 至于骂又想搞什么 敬业人设 但就从现场可见 PayBee手指 已经需要套上固定钢板可制 他确实是伤到骨头无疑了 PayBee受伤了 自己也没说什么 却要被黑粉骂他又在炒作 这一波也是够无辜的了 其实对于熟悉 跑男节目的观众来说 就知道节目中 好几个嘉宾 都曾在录制中受过伤 例如 大黑牛李晨伤到了头 当时还缝了好几针 队长邓超 撞伤了肩膀 王祖兰在四名牌游戏中 拉扯到韧带 就换复发等等 而这次 也轮到PayBee受伤了 但不得不说 他们确实十分敬业 都是戴上 继续录制的 所以真的称赞一下 PayBee又有什么问题呢 对此 各位客观 你怎么看呢 免责声明 图元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今天